风味人间甄选啤酒 本节目由匠心营造啤酒赞助播出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我知道这是一个菜市场 所以您在这儿带你喝下午茶呀 你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下午茶吗 不可思议是吗 我们来体验一下成都这个城市的不可思议 到了 这是什么 冒烤鸭 什么是冒烤鸭 冒烤鸭就是鸭子烤了之后 还要在水里过一点 它还要再去游个游 它剩开啊 它可以剩开的 不是 葷素一样 妈呀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骨油 这个会做成我们的蘸水 好香啊 用那个一浇就闻到香味了 这叫烟火气香薰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下午茶剩餐吗 对 煮成肚粉 怎么样 是不是比蛋糕好吃 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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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烂鲜香让人飞香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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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往这边走 我们再买一点东西 我们下午茶很丰富 这个就是黄吧 这是玉米做的 这个我觉得是下午茶 特别不可或缺的 有有有 我们要一直走私口度鲜摘 这个叫糖油骨 西南油田之王 金屯骨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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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加了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去吃下午茶了 我们其实已经开始了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吃吧 那我跟着你 走 这就是肖家河 心思甜蜜 扶养友情 是个乖仔 何本人 这个好看 我们坐这儿 好 先坐这儿 来 我们来摆出来吧 怎么样 甜皮啊 趁它皮还是脆 有点灵魂的时候来吃 这可你们正常听来的 还是要现吃 就是回家立刻 对 配粥吗 我觉得根本不用配粥 这是零食 我感觉 你也可以作为菜 随意吧 我觉得你今天说的最多的话 就是随意吧 随意 看我们的盖碗 多漂亮 竹叶青 完了 这为什么成都会有这样子喝茶 喝下午茶的文化 我觉得大家就是把工作的地方 转到了茶馆 然后大家在茶馆谈事情 就是在忙碌的工作中有一种生活 可以 你继续说 我不想说了 我要吃 你一直在套路我 我给你表演一下我爷爷喝茶 我会把这整个弄出来 然后 来 试一试 要一起拿起来 这时候需要我爷爷来跟你说戏 你这个拉得不对 要把它改 放在这儿 从那个缝缝里头 送到嘴巴变变变 对了 怎么样觉得 这样下午茶是不是第一次 确实是 我觉得 就是成都教会我一件事情就是 随意 在这个城市做什么都是很合理的 你奋斗也很合理 闲事也很合理 你可以自由地生长出很多东西 这是一个最适合生活的地方 这样的生活好惬意 饿了没 你一请客我就饿 那行吧 那我们就吃火锅去吧 走 走 你一般喜欢吃火锅吗 还行 我觉得火锅最重要是气氛 是朋友在一起 嗯 风味拍过火锅吗 拍过 《江浪四海谈》那集就拍过 专门讲了它的调味 好酒配好菜 干杯 我个人其实特别喜欢吃这种竹孙 我也是 而且我觉得它这边特别绝妙的一点就是它把虾花直接放进去了 你还能吃到别的 你觉不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新潮流 对 它其实把很多现代人喜欢的东西跟传统的艺术结合到一起 对 既追寻传统又讲究潮流 好棒 好棒 值得一个掌声 是的 所以我觉得不仅是整个肖家河 整个成都都像 一个大火锅 大熔炉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面调和 哇 其实所有美好的风味都需要精准的配比调和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就像这款风味 人间珍选啤酒 酱性一皂啤酒的醇厚酒香也是这样的 它是全麦芽酿造 珍选了加拿大 澳洲 慕尼黑三款麦芽 精准配比激发 使得口感醇厚 强烈 饱满富裕 来 把食餐了 说得有点表真了 你们穿越地区的人真的是 背靠西部 让人羡慕 好押韵 来 来一句 背靠西部人 让人羡慕 好有rapper支持 你们有非常多的咖啡厅 然后非常多的茶馆 还有非常多的rapper 因为这几个东西也是非常神奇的存在 对对对对 就是它不是一个调性的东西 全部都融在一起 你知道就说到一个地缘的关系就是 成都平原卧野千里什么都长 不但是龙作物 思想也在这身根发芽 精神也在这身根发芽 就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地找到自己的舒适点 然后每个人都能够在这里面 来焕发出自己的那种热辣的生活精神 在成都生活就像开盲盒 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是以人为尺度 只要舒适皆可发生 不设限自定义 而成都也因此遍地惊喜 当牛肉温润的质地 遇上酱心营造醇厚的口感 温润被醇厚裹挟 鲜嫩与清爽舞蹈 人世间的美好都牢牢所住在唇齿之间 极致风味酱心所得 将心营造 风味人间 珍选啤酒 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